滴的水就空起來 很簡單 你看 有沒有 已經開始了 好神奇 好 故事故事也膨脹了 你看 像這樣 馬鈴薯粉也膨脹了 很多東西都膨脹了 很方便 李福當他的二廚 沒錯 好 今天帶來的 叮骨牛排的菜名叫做 櫻桃咖啡叮骨牛排 櫻桃又加咖啡 對 怎麼會有這靈感呢 這台CLEO的 順樂鏡飲水機 你的菜跟他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做出來的咖啡特別好喝 他的咖啡模式的92度的溫度 是煮咖啡最好的溫度 他的弟弟是咖啡冠軍 沒錯 所以你要聽他的 櫻桃咖啡叮骨牛排 請看示範 好 那我們這一台就是 即擦即用 現在插電 不用在那邊 插電 蓄熱幹嘛的 那我現在用的就是 簡單的模式就是日常 先解鎖 對 日常用水 解鎖了以後 那我用到溫度 它溫度總共有9種控溫 我這邊用到100度 然後可以控制水量 300CC 這邊的比例就是1比1.5 200克的CUSCUS 300CC的水 我們就按一下出水 它自己就順熱 這個都是到了口 它才會加熱就是順熱 所以它不是那種牽滾水 瞬間就變成100度 對 它會瞬間加熱 加熱完它就開始流 我們這個時候 就可以做別的事情 它3秒就順熱 然後9種的溫控 跟11種的容量 這什麼加熱原理 太奇妙了 這個滿厲害的 我現在切這個番茄 我把這個番茄籽 等一下會加到我的CUSCUS裡面來 然後最後當然會把CUSCUS 做好之後 會放到我的番茄裡面 它怎麼可以弄 這麼快就加熱呢 怪 一直還在猶豫 為什麼 它覺得很神奇 對 很厲害 請廠商跟妳稍微聊一下 對 那水經過它就順便 順便變成那個溫度 你要知道 所以你可以設定 你要的溫度是幾度 對 9種 它三種模式 像剛剛講的會有到咖啡模式 然後跟這種日常用水 還有一個就是泡牛奶 牛奶也是有三種溫度 可以去做一個碰碰 泡牛奶適合什麼溫度 大概40度 55度跟70度 三種不同的溫度 烤不倒 真的 可以去試看看 跟喝的人也有關係吧 如果是小朋友 或是老人家 通常以前都是在那邊 滴在手上有沒有去測溫 媽媽都是這樣子 媽媽這邊都很多燙傷 對啊 牛奶是燙傷 你按好就可以了 345好了不是倒進去 方便 對 好快 也不用買一個涼杯 不用啊 就這樣子 而且 不需要涼杯 我覺得做菜的時候說實在 你還要再買一個什麼測 這樣子 反而浪費時間 這個時候就幫你 省掉滿多的時間 就是不需要涼杯 對 好 今天我們丁谷牛排 我把沙朗跟菲力分開來 沙朗的部分 我把它切成條狀 等一下我們用炸的 然後簡單調味一下 然後我這邊要炸 簡單的鹽胡椒之後 就直接下酥炸粉 OK 還有骨頭味也會炸 骨頭也會炸 對 沾上這個玉米脆片 裹它嗎 對 裹上它 好 這個玉米脆片在高溫下 不會變黑哦 太高溫會 也是會黑 對,還是會黑 因為牛排不用全熟 是沒關係 這倒是重點 對,只要給它一個脆度就好了 來做一個馬鈴薯泥 我們今天用的是馬鈴薯粉 那我請李胡幫我來按一下 好不好,這邊 好 解鎖的地方按住三秒 解鎖 然後按溫度調到85度 85度 對 然後旁邊水量調到200 OK 好,按出水 這樣就可以 所以它操作非常簡單 對 用餃子就可以 對,很簡單 馬鈴薯粉這邊加進來 大概55克 然後加上這邊200CC的 85度的溫度 這樣子吃起來會更加地綿密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可以把那個 它的粉味把它拿掉 對 這邊加一點點奶油 一點點鮮奶油 馬鈴薯泥你在泡的時候 它還會有一個味道 這個做法很簡單 來把它攪拌就可以了 那個會發起來 變濃稠了這樣子 它滴的水就蓬起來 很簡單,你看 有沒有 對 你看 已經開始了 好神奇 對 好,菇斯菇斯也膨脹了 你看,像這樣 它就... 馬鈴薯粉也膨脹了 很多都膨脹了 很方便 這時候我們加上我們的食材進來 是不是該去看看另外一組 有可能,差不多 他們都有點馬不停停 滿好看的 不過那邊應該也值得我們看 值得啦 來曬一下 曬是不是做什麼